救護車到場被撞男童就躺在地上 救護人員CPR急救 男童父親正在一旁神情焦慮 工作人員不停拍被安慰 捏緊放鬆 父親帶著兒子參加路跑活動 卻發生意外 九歲男童當場失去意識 被一路CPR送到醫院人回天法術 來的時候 瞳孔擴張了 耳朵鼻子都有大量的出血 九歲男童陪著爸爸 來彰化二鄰跑馬拉松 途中卻被休旅車撞倒 頭被撵過 送醫不治 你是沒看小孩嗎 沒看錯 我們要緊張 那怎麼這麼高 駕駛表示不知道是怎麼撞的 反抗馬拉松現場沒放三角錐 也沒有交通管制 我們在那個路已經擋死了 他不知道 他是在地人 他不知道是從哪裡一個 小小的路弄出來 我們都搞不清楚 主管單位反抗現場封路 交管人數共一百三十二人 三角錐八百多個 還有志工九百人 使駕駛自己闖進來 但現場跑者表示 今年的管制實在不太理想 就是我只看到就是 跟一輪 一輪也是有車在走 這樣很有意思 路跑意外不斷 彰化九歲男童被撞死 台中這名跑者 則是自己跨越三角錐 跑出範圍 沒注意到路口號制 被車子撞上 男子瞬間往前返 重衰落地 行人參加路跑活動 因部門原因橫跨凱旋路 往凱旋八街方向步行 警方說跑者疑似覺得 人太多太急才會離開管制區 卻意外被撞上 搞得自己全身都是傷 接著中部綜合報導